被视为未来重要趋势的金融科技Fintech 这两年在台湾受到热烈讨论 先前有报告指出 台湾金融科技远远不及中国 那么台湾真的差中国很远吗 日前来访台湾的国际金融科技新创C2FO创办人 就看好这是创新有完整政策面 以及法律规范的台湾 Fintech Fintech 还是Fintech 金融科技大趋势 各种相关会议 论坛 宫廷会 一场又一场 全球最大的线上营运资金平台 C2FO的创办人Sandy Kemper 光是在今年就已经三次造访台湾 参加相关论坛 Sandy Kemper表示 台湾非常支持创新 我特别喜欢台湾 它似乎是建立于新的 大企业和小企业 企业和政治政策 都非常适合新的 非常适合新的企业 先前安侯建业公布报告 全球前50大成熟金融科技公司 中国大陆南瓜八家 台湾没有公司上榜 当被问到 是否认为台湾金融科技 远不及中国 Sandy Kemper表示 台湾相当有潜力 就在香港的C2FO国际总裁 高士达则补充 虽然P2P借贷在中国规模庞大 但金融科技的范畴远不止于此 不过Sandy Kemper和高士达也提到 台湾在资金与环境方面 仍有改善空间 总部 既不在纽约华尔街 也不在科技重镇矽谷 C2FO的总部 位于美国正中央的堪萨斯 从2008年创立至今不到10年 往来客户已经横跨61国 平台上流动的资金 一周更可达10亿美元 Sandy Kemper以自身的经验 鼓励台湾企业放眼世界 新唐人亚太电视增益号张其林 台湾台北西方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增益号张其林